本期内主是红石傀儡 第一个上场挑战的是骷髅骑士 这是一个铁套的骷髅 携带铁剑和盾牌或者弓 死亡会掉落铁力 战斗已经结束 下面是骷髅王 他的体型要比骷髅骑士大很多 并且他头戴王冠 手持双刀 战斗已经开始 红石傀儡已经召唤了地雷 随着地雷被引爆 骷髅王也只减少了不到十分之一的血量 接着骷髅王开始挥舞自己的双刀 红石傀儡的血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蹭蹭蹭地往下掉 他败了 下面这些是斯巴达勇士们 一根根长矛朝着红石傀儡投掷而出 红石傀儡的血量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 但是结局依然没有反转 红石傀儡又赢了 紧接着是远古形态的斯巴达 他的体型跟铁傀儡差不多 不过他有着金甲 可奈何他拥有黄金加持 但依然不是红石傀儡的对手 紧接着是村民警卫 他们穿着一身坚硬的铁护甲 拿着盾与弓 大战一触即发 红石傀儡的血量正在不断地下降 而这群村民警卫目前还无意伤亡 眼看着红石傀儡的生命值已经到了斩杀县 终于有村民警卫倒下了 胜负就在一念之间呢 村民警卫们赢了 真让人意外呀 紧接着是石土傀儡 通过他的外貌就可以看出来了 他是由石头与土块组合而成 攻击力是相当的高 红石傀儡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遗憾倒地了 下面这位是胖僵尸 他拿着一把大砍刀 虽然他的体型很臃肿 但是他的力量和攻击力简直不要太强啊 红石傀儡再一次遗憾倒地 紧接着是高级劫瑞兽 看他的样子 大家就知道很高级了 红石傀儡已经召唤地雷 而高级劫瑞兽也已经使用了头锤攻击 本以为高级劫瑞兽会有什么更高级的攻击方式 结果是个花架子 中看不中用啊 紧接着是戴着南瓜头套的小僵尸 不要看他个头小 你们知道他胳膊上是什么吗 下面是雪怪 他的个头要比铁傀儡大一圈 攻击力嘛就不好说了 一次次的挥舞双臂发起攻击 红石傀儡的血量几乎纹死不动 眼看着红石傀儡的地雷 已经对雪怪造成了致命的杂技 什么雪怪怎么变瘦了 并且各个关节之间也露出了冰块 下面是疯狂的宰臂 他的实力正如他的名字一样 真是疯狂至极 红石傀儡似乎中了血条消失数 才刚开始就倒下了 下面是丛林怪 他的个头比红石傀儡还要高大 一身木质材料组成 看似脆弱但实则强硬 双方打得有来有往 不到三回合 红石傀儡就倒下了 紧接着是女巫Bob 这个女巫不简单 先不说她的个头强壮 并且她能召唤火焰 对红石傀儡进行捉烧伤害 而且她的药水 能让红石傀儡悬浮空中 到达一定高度后 一刀刀闪电从天皮来 对红石傀儡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虽然这一番操作猛如虎 但是红石傀儡的血条 没减少多少 但是大家别忘了 女巫可是魔法牺牲物 它能回血 结局就是红石傀儡再次遗憾倒地了 下面这位是铁傀儡升级版 虽然她的样子和普通铁傀儡 没什么两样 但是她的双臂可以伸长 接着一个无敌转转转 红石傀儡就倒下了 下面这位叫做邪猎者 这是位上来送快递的选手 也没有什么看头 紧接着是胖村民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熟悉 因为刚刚才上场了一个胖僵尸 他们长得是如出一辙 并且实力相当 红石傀儡再次遗憾败北 下面这个选手该怎么给大家描述呢 他的名字叫做灾恶机械师 手上拿着两个铁针 不仅重量实在 伤害那也是实打实的 即铁针垂下去 红石傀儡就倒在了地上 下面这位是凋零骷髅骑士 他跟骷髅骑士差不多 不过他穿着的可是一套下戒合金甲 是下戒合金甲吧 应该没错 战斗已经结束 下面这位是凋零之子 他可是boss级生物凋零的儿子 凋零的实力有多强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他的儿子能差到哪儿去 他儿子也强不到哪儿去呀 天空一声巨响 小飞虫来喽 可以预料到 一场龙争胡斗即将开始上演 小伙伴们 你们看了屏幕中的点赞和关注爱纽了吗 长安他三秒钟 给视频个推荐和三连霸 我们可以看到 空虫从天上投掷他的虫兄弟们 这让寻生守卫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可空虫却不甘如此 只见到俯冲而下 发起了进攻 这也给了寻生守卫可乘之机 双方皇城PK 空虫占据了领地优势 这让寻生守卫很是被动 终于经过空虫一次次的进攻后 寻生守卫败了 接着轮到了蟒狮上场 这家伙不讲武德 偷袭寻生守卫 直见他开始缠绕 寻生守卫的身躯 限制了他的行动 都说打蛇打七寸 可寻生守卫却无力还手 难道他要再度失败了吗 好在蟒狮是陆地生物 又是近战攻击 寻生守卫受到攻击时 也可以反击 虽然伤及一千自损八百 但这并不能难倒他 天上掉下来一个刺猬 这家伙想模仿流星锤 攻击寻生守卫 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寻生守卫 又怎么会被他秒掉 接着街边出现了三朵小飞花 连这东西都敢朝寻生守卫 发起攻击 没办法 寻生音波出现 接连反击下 寻生守卫再次获胜 很快 魔国兔闪亮登场 这家伙刚出现 就朝寻生守卫发起了攻击 很是敬业呀 虽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但再强大的兔子 也不是老虎狮子的对手啊 嗯 勇敢牛牛来了 只见那一手野牛咆哮 顶着寻生守卫一机灵 接连攻击下 寻生守卫也受到了一些伤害 可勇敢牛牛只受到了一击 却直接隔屁了 那么乌鸦兄弟们呢 这些家伙虽然会飞 但是攻击不高 防御不强 没活几秒钟 便遭到了寻生守卫的追逐 接着陨落于此啊 轮到咱们的法王先知了 这玩意儿一出现 便使用了大招攻击寻生守卫 寻生守卫立刻展开了反击 受到攻击的法师 飞到天上持续的输出 寻生守卫节节败退 可人有力进食 直接寻生守卫抓住破绽 一击而出 火得胜利 这一次是长博怪 这家伙的样子看着有些吓人呐 不过这并难不倒寻生守卫 鱼的周旋一番 寻生守卫一顿乱锤 长博怪就此消亡 捕鱼上场 可是很明显 他们并不是寻生守卫的对手 小伙伴们 胡动是个大的 你们觉得寻生守卫 在我的世界中有没有对手 接下来是白头鹰上场 这些荒野的捕食者 以俯肉为食 他们翱翔在天空之中 仿佛空中的霸主 这让寻生守卫有些无能狂怒 可只要给他呆住机会 白头鹰子这瞬间隔离啊 这一次出场的是走地鸡 这几个家伙弱脚的可怜 寻生守卫一脚一个小鸡仔 最后 终极boss 破坏者上场了 这是属于王者的对决 最后的决战 两人one by one 狂成PK 两人你一下我一下 就这样时间如白局过戏 忽然而已 两个家伙来来回回 大战了三百回合 眼看着寻生守卫就要隔屁了 终于对战结束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 觉得有意思的 请记得多多点赞 关注支持哦